出兵二十万 却被仅仅三千人击败 这是三国时期最大规模的北伐 也称东兴之战 公元252年 孙权病逝 十岁幼子孙亮继位 人心不稳 曹魏大将军司马师 玉成姬公吴 东吴大将军诸葛克命人 在梁山之间铸成两座西关与东管 以防卫军袭击江东 诸葛克长期在地方任职 没什么功绩 他决定向曹魏发起军事挑衅 通过战争提升自己的威望 第一次 诸葛克以四万军队 击溃曹魏的七万大军 杀死数万人 此后 诸葛克开始有了亲敌之心 认为曹魏不堪一击 所以不顾众人反对 决定大局北伐 诸葛克亲率二十万大军 包围魏国新城 虽然敌人只有三千名士兵 但防守意外的坚固 两个月也没能攻下来 这期间 吴军的士族日渐疲劳 还发生了疫情 伤病士兵东倒西歪 堵塞道路 或倒在沟壑里 或被敌人俘虏 到处都是身阴隐声 呼救声 惨不忍睹 尽管如此 诸葛克仍然不在乎 自此大势人心 路途上还遭到卫军的追击 损失极为惨重 回到东吴后 诸葛克没有检讨自己的过失 反而更加独断专行 最终被孙俊和孙亮用计斩杀 终年51岁 最终 权倾朝野的诸葛克 被尾袭裹身 逐灭树妖 扔到了石子缸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如果您对此事有啥想说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蓝姐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